哈囉,歡迎來到酷可實驗室 今天要與大家分享一個跑步 或者是走路就能夠挖礦的遊戲 每分鐘給你大約是四美金左右 而且只要你動起來就會有收益 今天我們就要與你分享這個近三個禮拜的實測下來的經驗 並且與你分享一些攻略 就讓我們動起來吧 一起變健康的同時也能夠增加收益 走! COOKER實驗室 我們要先來與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接觸這款跑步遊戲呢? 因為意識到自己越來越腫了 有訂閱酷可實驗室 而且都有在觀看影片的人 肯定都不難發現 就是因為這樣 也開始就是慢慢的有在運動 同時也因為有一位酷可實驗室的觀眾 也在LINE群分享了這款遊戲 非常感謝他 想說原本都會跑步 也就順便幫大家做了測試 也因為這樣 我自己開始 每天運動 從來不會缺席 當然在Discord群中也會有一些朋友也有在玩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主角 Step-In 以及過去一個月之中的心得整理以及教學 快速的與大家介紹一下這款遊戲Step-In 是在Solana鏈上的一個move to earn的遊戲 也就是說運動賺錢的區塊鏈遊戲 它是利用GPS以及手機本身的陀螺儀 來確保你沒有作弊才會給你收益 也就是說你真的要跑起來 那如果你同時帶很多手機來進行跑步的話 像之前那個神奇寶貝大師 這樣子 你會變得因為震動頻率一樣 而不會有收益 也就是說回歸到遊戲的根本 你要玩遊戲而不是被遊戲玩 那首先你會需要準備虛擬的跑步鞋 也就是一個NFT 而且這些NFT還能夠翻演出新的鞋子 那看你要自己使用呢 或者拿去賣掉都可以 我們等等也會與大家詳細的介紹這個遊戲本身 是使用雙代幣的機制 GST 也就是遊戲本身你跑步所獲得的幣種 那 GMT 就是治理代幣 是用來投票表學遊戲走向的幣種 沒錯 GMT也是幣安第63次ICU的幣種 對啦 如果還沒有註冊了幣安的人 也可以利用影片下方的連結去註冊幣安 永久手續費八折 等等教學也會用到 所以趕快註冊起來吧 那就讓我們來講一下 Steven怎麼玩 首先你要先去下載Steven的App 那在這個App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都有 自行去搜尋下載即可 那下載好後 我們就要在上面先創建一個錢包 到時候我們就是利用這個鏈上的錢包來進行資產交易 已經保存我們的NFT 那就讓我們進畫面 快速的帶大家 跑一次 這個簡單的流程 首先呢 下載好這個就直接在上面打入你的email 然後再按發送 send code 然後再去收你的驗證碼就可以登入了 那第一次登入的時候他就會有一個簡單的教學 這邊就可以直接按下面的skip 再來我們就需要點選畫面的右上角這邊的錢包 那錢包這邊我們有一個spending 就是你要花錢的時候用的類似現貨錢包 然後還有一個wallet就是有點像是metamask的感覺 那我們在這邊首先要設置就是wallet 第一次點進來 然後我們點選create a new wallet 就是創建一個新的錢包 在這邊你會需要輸入你的螢幕解鎖的密碼 那我們假設隨便設一個 那好了之後他就會跑出一個隨機生成的註記詞 這個你就要記好 然後再來就把它寫好 然後寫好記得不要用截圖建議 還是用手把它抄起來 然後呢我們就是按下一步 再來就是排順序 那順序都排好了就按confirm 這樣你的錢包就做好了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直接點選這個帝安的buy 或者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後續他還沒有更新 那我們就教大家最簡單的方式 那就是按這個receive這邊 這邊你就會有一個你的地址 那你只需要去拷貝你的地址 那你只需要去拷貝你的地址 然後呢你回到帝安你就只需要去購買Solana 然後把它按提現 然後提現到我們的這個地址即可 那這樣子資金就可以進來 再來我們的錢包就設置好了 那如果在你的錢包內你想要把你的Solana換成其他資產 像是GST USDC 你只需要用這個Trade的這個功能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資產的交換 就跟我們平常用的Debs差不多意思 那再來你一定會有疑問 鞋子該怎麼選擇 其實要看你的速度來決定的 主要分為四種鞋子 走路鞋 慢跑鞋 快跑鞋 還有一個是萬能鞋 那四種分別對應一個走路速度之間的區間 也就是說如果你都是慢跑的話 那就選擇慢跑鞋 如果你速度太慢或者是太快 都不會有收益 那通常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要有運動的話 就是選擇慢跑鞋 那速度需求越快 也就是代表你的收益也會越高 但通常跑步鞋 因為他速度最快 雖然他收益最高 但並不是每個人的體力 都能夠保持那個速度 所以還是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速度 所以跑步鞋目前還是一個最便宜的鞋種 而我自己是選擇慢跑鞋 因為我走路速度偏快 所以就算是我快走 我還是會屬於就是慢跑的這個速度 所以呢 因人而異 有一些人一定會說 為什麼只有運動幾分鐘之後就沒有收益了 其實他還是有個能量系統的 也就是說 每個人每天的收益運動時間是有上限的 也就是說你的鞋子越多你的能量也會越多 而每一能量大約是現實時間對應的大約是五分鐘的收益 而每個人剛開始一雙鞋的時候也就是兩能量 也就是說大約十分鐘的收益 而如果你有到第三雙鞋的時候 也會變成四能量 也就是二十分鐘的收益 所以鞋子越多你的能量上限越大 而每六小時就會增加四分之一總量的能量 那晚點我們會與大家分享一些小訣竅 購買你的第一雙鞋 首先我們可以在交易所上購買Solana 我是不知道影片出來後會不會有交易所直接上GST 那所以不管怎樣 大部分的鞋子還是用Solana來計價的 所以我們之後也會慢慢更新在留言區 但基本上你就是先在必安買Solana 然後就是購買你需要的數量 然後再轉到我們剛剛所生成的這個錢包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Solana 在遊戲內去購買這個鞋子的NFT 當然在其他二級市場如Magic Eden 也是有辦法購買這個鞋子的NFT 但是如果你轉進來這個遊戲的話 它必須要等大約24小時才能夠累積能量 所以我還是建議直接在遊戲內的商店購買即可 而且還比較便宜 好我們就要來挑一雙鞋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到這個右下角的這邊 然後這個Filter可以去找你要的鞋種 像我們要找Jogger 這是慢跑鞋 我們找一下現在Jogger大概都在拿 價位 現在7顆Solana 我們盡量是找 Efficiency和Resistance高的 我們就一樣是買這個7.4這個 然後按Buy 然後呢按Confirm 然後你的Solana就不見了 好我們看一下鞋子 我們回到最左下角這邊就會看到這個鞋子在這邊 然後你有了第一雙鞋之後它才會慢慢的refill你的energy 那每5個小時的時候才會有 那目前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買這個鞋子的過程 那購買時要注意Mint的數量 沒錯這個遊戲的鞋子是可以生小鞋的 那一雙鞋子NFT最多能夠產出7雙鞋 那前兩次製作的鞋子費用是一樣的 而之後的費用也會慢慢增加 但同時它會給你更高的機會去掉這個寶箱來做補償 那所以你購買鞋子的時候要確認 這個鞋子是否生過寶寶了 購買時要記得這個Mint的數字越低 那就是可以用更低價的價格來去生產這個小鞋子 那這個生產出來的小鞋子 就跟一般的鞋子一樣可以做買賣或者是自用 再來我們要教你如何去鑄造這個小鞋子 這邊只要是兩雙鞋等級到達5 而且持有時間超過48小時 就能夠生寶寶啦 如果兩雙鞋子生完寶寶 則你就會有第三雙鞋 那這樣子的能量上線就會提高 就讓我們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第一次鑄造鞋子的情況吧 鑄造的話就是先點選一下你的鞋子 然後呢按下方的這個愛心 Mint 然後再增加另一雙鞋子 這樣子按Confirm 那這時候你會需要消耗大約200個GST 那這個GST可以每天運動慢慢獲得 或者直接在錢包做交換 然後完成了就可以Mint 開寶箱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只需要點到這個鞋子這邊 然後在這個畫面右邊的這個Shoe Box 然後這邊點開 然後呢我們剛剛鑄造的是一個Common Shoe Box 那我們就點開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賣掉或者是轉讓給別人 那當然我們是需要第三雙鞋嘛 所以我們就是按Open 然後確定要打開 按Confirm 然後就有個動畫 登登我們的新鞋出來了 欸其實數值還不錯耶 就Efficiency的這個 效能這邊有個9.9 雖然還是灰色 欸等一下我發現我抽到的是Trainer 哇靠運氣爆棚 快一個月的新的小訣竅 如何快速開始 其實鞋子真的是蠻貴的 而且會越來越貴 我剛開始入場的時候 Solana價格沒有很高 而且我鞋子的成本大約在450U左右一雙 但現在真的漲了快一倍 所以資金不足 卻想嘗試的朋友 可以先買一雙鞋子即可 因為他的收益只會看 你當時運動時所裝備的那雙鞋 也就是說只要有一隻最高等的鞋子 收益就會很不錯 所以可以先練一隻鞋子即可 等到之後收益穩定了再去買另外一隻 但如果要買兩隻的話 可以分兩個帳號買 另外用不同的手機 這樣子你兩雙鞋就等於你有四體力 等到資金夠可以升小鞋子的時候 再把它併到同一個錢包來做繁殖 那至於升級加點的話 我自己是採用三個Efficiency 然後一個Resilience 來點 有一些人到後期會分一些點數到Luck 那因為可能直接跑一跑就直接冒出一個寶箱 那請看我都怎麼跑的 成為人肉礦機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流了很多汗 其實不用顯卡也可以玩 加油跑起來吧 一起減肥 如果你都已經就是完成了 那你就是按左下角的這個正方形來去做 就是停止 按住之後 它就會生成今天的報告 當然上面就是你跑的一些路線啊等等的 那你應該看到就是一片模糊 因為我會打馬 然後往上拉 你會看到一下你今天就是 你看我們目前是獲得29.32個代幣 然後總共消耗了四個能量 然後這個鞋子的耐久度-7 你會想說奇怪為什麼加起來沒有100 因為 之前我忘記修理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 帶大家看一下怎麼修理 這樣子有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到畫面 修理的話就按鞋子 然後下方這個Repair 然後你就把它拉滿 後期的話 4個代幣左右 但是我們剛剛有兩個忘了修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總共花5.4 所以盡力的話 大概還是在 大約25顆代幣左右 那升級的話呢 就是按左下角這個 Level Up 然後按升級 因為 每5級的時候你升級就會特別貴 所以這時候 你看一下我們 目前會需要花 1200分鐘和80個代幣 那這樣子我們就直接點選 Confirm 然後他就會開始倒數計時 下面是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我建議大家使用 然後就關閉 你如果啊 就是跑累了 你也可以用快走 然後呢 他只要是這個公里數有達到 你就一樣會有收益 那他等一下 就是會由右邊的這邊 每次消耗0-2的能量 然後呢 他就會 他就會持續減少 然後你下面的金額就會增加 當然還是要依照你鞋子的需求去跑 最後 這個遊戲真的是蠻有趣的 你說一定賺錢嗎 其實 也不一定 但只要有越來越多人進來 需求量大於供給量 則價格一定會上去 但最終還是要 大家動起來 畢竟你就算持有很多NFT的鞋子 卻沒有去跑步的話 你還是不會有收益的 當然這個團隊目前都有按照計劃來走 之後也會推出像是鞋子出租的服務 舉例來說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很多鞋子了 但你又懶得跑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鞋子給出租 或者是 有一些人覺得 鞋子太貴了 我不想要買 我想要就是 跑步來換鞋子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租這個鞋子來跑 你一樣也會有收益 但目前這個功能是還沒有被開發出來的 那到後續我們也會跟大家做更新 但不管怎樣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遊戲 而且 會讓你變得 非常有出門運動的動力 不知道你會怎樣 但至少我是這樣子啦 那到最後 留在身上的健康 還是自己的 可能無法用金錢來做衡量 那如果你覺得有從這支影片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歡迎幫我們影片點個讚 並且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當然也可以到Discord 或者是Line群 與大家來討論 記得 入群都必須要有頭像 以及回答正確的答案 連結也會在影片的下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